为什么中国留不住高端技术性人才?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 他说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毕业后留在中国,其他人都去了美国 清华的学生基本上从大一开始就学托福 GRE为将来出国做准备,而这些人出去后大多都不再回来 我自己不是技术型人才,但已经在丹麦20年了 看到很多技术型人才留在国外,我非常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留下来 有很多人非常想念国内的亲人,也希望可以回来陪伴父母 但最终也都权衡利弊,选择留在国外 别说高端技术型人才,在国内外有很多的选择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国外都有比国内更好的生存环境 在国内,人才太多,你不过就是人才之一 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 我有一个前同事,是武汉大学毕业又在丹麦科技大学读硕士 毕业后就到我们公司工作 他的老婆则继续博士的学习 他老婆不喜欢丹麦,拿到博士学位后,非要回国去大学教书 两个人就都回去了 当时我们说你们回去后会后悔 但他们还是依然回国 结果回去后,他老婆联系了很多高校 得到的回复基本上是一样的 现在海外归国博士有的是 不是因为有一个博士学位就可以来高校教书 只有一些不出名的大学会对你稍稍有些尊重 把你当成人才 而稍微有点名气的根本不会拿你当回事 而我的前同事回国后想技术创业 却经常遇到各种骗子 还有各个政府部门都想着开游 设置更重关卡 我十年前回国想着给三个孩子上户口 从外管局,派出所,到计生办 一个个办事人员都是一副丑恶的嘴脸 要么就是把你当空气 要么就是态度恶劣 把资料一扔让自己去看 为了问点问题 我们必须要运用各种关系 才能被当作人一样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出国太久 都忘了在中国办事有多难 当时因为没有放开二胎政策 属于超生,要罚款 问题是老大并不属于超生 可怜老大的户口也没落下 因为老大出生之前没有办准生证 也是要罚款的 最后我们一个孩子的户口也没落下 至少要交23万罚款才能落下户口 还到处哀人白眼 我在国内感受到是一种卑微 到哪个部门办事 都要小心翼翼地陪笑脸 现在政府机关办事人员的态度 可能比以前好多了 但和国外还是没法比 当时在丹麦 我们是学生和陪读签证 但政府也会给我们孩子 每月一千多的补助 这还不是我们的国家 甚至都没有永居 学生公寓太小 政府帮我们找到了便宜的住房 我们没身份 没地位 没钱 但我们得到了尊重 在国内 这些都没有 你基本就是个屁 只能活得委曲求全 那是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外的原因 高端人才肯定回国有更好的待遇 更容易被尊重 但去了私有企业 你能正常上下班吗 有几个企业不是996 加班加到没有生活 再看看国外的企业或科研单位 大家依然有自己的生活 办公环境以及制度都非常人性化 为什么丹麦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都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 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 可以更高效地更专注地搞科研 政府也是大力扶持 国外的压力比国内小太多 科研环境又好太多 又能得到更多的尊重 那当然就愿意留在国外 补充一下 这篇回答的阅读量吓了我一跳 我只是用个人经历来分析下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被井离乡留在国外 国外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国内有让人失落的地方 可能写得不严谨 让有些人误解了 没有贬低中国的意思 留在哪里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的 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 这跟人才都集中在北上广一线城市 而不去小城市是一个道理 在北上广一线城市 在北上广一线城市 都会有很多地方 然后我们都会在北上广一线城市 然后我们会在北上广一线城市